来看到是去年7月才接下台北电影节主席职务的李烈 23号辞职 他昨天发表了声明表示 已经无法再为电影节捍卫不受干涉的独立空间 因此选择离开 他跟他从他与台北市长 台北市文化局长倪崇华各自发表的声明中 不难看出双方有许多旗舰 像是咨询委员会的名单 以及对电影节的想法 相关人员表示 倪崇华认为电影节选片人策展不重要 放映以前卖作片即可 那么电影节应该为后年的市大运 还有市府政策服务 这些想法都跟北影 向来标榜的精神相为 明显才到底先